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怎么让它持续地从市场 从用户和我的项目之间形成一个有利的这样一个正向循环 可能是从这三个点去做讲 那我今天分享的方向的话呢一共有四%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讲一下Oceanbase我们的一个开源现状 那首先大家要了解一下Oceanbase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数据库啊 了不了解我们Oceanbase 那这一块的话呢就是 我刚来去做Oceanbase的时候 我觉得我出去让别人说完之后呢 唯一记住的一个标志是吧 大家中国人都知道双11 而双11背后冷定支撑了11年的数据库 就是Oceanbase 这个是让大家能非常记住的 也是让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而这个Oceanbase是怎么来的呢 它完全是蚂蚁自研的一套数据库 因为当时做双11这样的一个大的人类 应该是世界上威火最大的一个应用状态 那它下面的对于机群啊对数据库的要求非常高 而这一块的话之前用的是Oracle 用的MySQL 是够的 所以我们自研了这一块项目 那杨老师杨真坤是我们Oceanbase的创始人 从他开始从1.0开始 迭代到今天我们已经走到了4.0 那Oceanbase作为独立的一家公司的话呢 我们是在2021年独立出来 然后在2021年6月份的时候 Oceanbase宣布了正式开源 那今天的这个开源我们指的是 我们把300万行的内核代码开出来了 然后呢在我们Oceanbase的开源的项目下面的话 一共现在是有53个开源项目 其中最大的就是OE Server 就是我们的内核这一块是最大的一个开源项目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大的背景 产品细节我们会特别去讲 那多讲一下我为什么要有这一页 我们也必须给大家做一个背景的介绍 就是一款是产品 或者是一个好的开源项目 它将来要有持续的生命力 除了我们刚才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探讨 如何留下贡献者 如何让我们的社区有健康的状态 更重要的一趴是在未来的这个市场环境中 它是不是有意识之地 那Oceanbase做开源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 是说我们之前是从蚂蚁金服内部走出来的 所以我们天生很多人认为我们更适合的是金融场景 是更适合的是保险等等这样的特定垂直行业 但今天我们做开源想告诉大家的是 Oceanbase希望的是从一个金融场景走向更广以过的一个场景 同时它是一个完全自主研发的设计库产品 我们希望从中国走向全球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一趴的话 就是我们社区这个版本的一个 现在的一个用户状况 另外一趴的话是包括了我们在商业版 因为我们现在有企业Enterprise版 还有这个Cloud的版本 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Community Education的社区版 一共三个版本 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 那话说了这么多background 关于产体 包括我们的市场空间 和希望达到的一个市场的高度 那我们谈谈为什么Oceanbase今天愿意来开源 尤其是外界很多人去聊 阿里也好 蚂蚁也好 你们开源 大家很多时候是上来 就会带有色眼睛来看我们的 那我们从Oceanbase的角度来讲 我们开源背后其实是什么在三方面去思考的 那第一个方面是 我们作为一个Oceanbase这样是一个基础数据库软件 而这样一个基础 刚才我讲的 我们希望的是一个通用型的数据库 那他就需要的是更大规模的社会力量 以及全球的开发者的贡献 才能让这个产品有生命力 才能让这个项目有生命力 所以第一个开源对于我们来说 是对于一个基础软件产品生命力的第一个来源 那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要去开源 是因为一个好的项目 你让他持续迭代 必须有真实的需求 就像刚才跟朋友Max走了 跟Max聊天 有一个特别有热情的15岁的孩子 给一个很好的项目去做了代码的贡献 最后跟Peter说不太行 为什么呀 背后是要有思考的 那这个需求来自于哪里会让你这个项目跟我生命力 一定是有市场应用场景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拿出来开源希望跟大家去探讨的 那第三个我们为什么要去开源 是一个项目永远都不可能是自己独立一个人玩的 是专门起来的 一定要有上下游 横向和纵向的一样的连接 你必须成为开源体系的一趴 其中的一环 你才能在这个世界中有生命力 这是我们背后的一些思考 这是为什么Oceanbase要去开源 那在开源的过程中的话 其实从大厂来讲 我们去开源的时候 是有自己很多很多支肘的地方的 我觉得这个厂子的话 因为来的都是做开源圈的 我觉得可以真实地坦诚 真实不装地去讲 那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说 你们开源其实是蛮有诚意 又不太带有诚意 为什么 我们上来谈 我们开完开源了 代码对代码量300万 对很多一些项目来讲 其实是代码量还可以 对吧 但是那我们也会被吐槽 你们的工具在哪里 你们工具开源了吗 你们其他的地方在哪里 很多很多 我不在这儿想继续讲 我想拿这张图想表达的是什么 开源是有诚意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先从那颗开源做起 接下来我们在生态上去加强了 无论是开源还是开放工具体系 我们不断地再加码 为什么 是让开发者和用户 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能用起来 能加入到这个项目来 直到最后 我们最大的变化 我觉得是我特别想跟大家强调的 之前我们Oceanbase有一个在社区里 或者是面向普通的开发者 是有很大的门槛是什么 我们的东西真的要付出起来 一般是需要三台以上的服务器 对于机器配置要求比较高 我们从4.0开始 我们第一次提出的叫单机 分布式一体化架构 也就是说普通的大家的各位的电脑上 就可以真的跑起来Oceanbase 而且大部分功能都能用到 这样变成了一个把门槛降得足够低 才能让更多的开发者 更多的用户用起来 刚才很多人没有讲到门槛问题 其实我在做社区这么多年里 我认为社区最最重要的 永远一句话 降低门槛 永远要降低门槛 包括刚才庄老师提到了 为什么要上工具 上工具一个是解放的 社区运营的人 更重要的是什么 把门槛降得足够低 让小白 甚至我刚才提到的 初中生 高中生 玩进来 说明你的项目才是真的做到了 在社区化这一项 是做到足够的 叫飞入寻常百姓家 好 那这是我们 在讲了很多 我们总结一下 从我们这样的一个企业 做开源项目 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看起来很大 但是我觉得核心可能就是两条 做开源 对于我们最大的价值是标准化 因为今天收据库有很多 收据库什么分布式的 什么关系型 分享分关系有很多很多 那我们希望做的是个通用型的 收据库 那这个标准是怎么样认可的 是需要大家在开源世界里 共同打造的一个标准 那第二个就是规模化 而规模化 开源是今天任何一家厂商 不会绕开的一条固子 所以说这是我们背后 希望做到的一个目标 那谈到了 刚才讲到了 产品要好的话 是要有上下有横向的生态 那我们在过去从2021年6月份开源 到现在的话还不到两年 也就是刚刚满两年吧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头的话 我们的项目的活跃度 大家可以到TikTok上去看 我不展开去讲 我可能拿这张图来看 这张图的话 我们从不同的领域 从底层的硬件 然后到最上层的应用 而且是不同方向的垂直领域的应用 我们大量的疯狂的 想去跟大家去链接 为什么 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一个大规模的开源项目 能为行业任何能持续下去 一定要融入到大的生态体系中 这一张大图的话 其实都是开源世界的图 那这些开源世界图 也是我们接下来非常希望的 今天有机会和大家 各位开源项目链接在一起 把你们的项目和我们的项目 能练在一起 能服务更多的用户 和服务更多的开发者 然后呢 那再讲一下这一趴 这就是我刚才强调的 我今天讲的和前面三位老师 不一样的地方 我不是讲的是代码的 Devalued Contributor这个视角 我是从用户的视角 就像刚才有前面的王源老师 还有定岸老师在讲到的时候 我希望更多人代码贡献 但代码贡献的人 请问他的idea哪来 他的那个feature request哪来 一定不是自己拍脑袋 自己光满足自己个人爽感就行了 一定是有需求点的 那Oceanbase看这件事情的需求点 是来自于谁 就是我们真实的用户 而真实的用户 我们更关注的是 能不能帮到用户个人 以及用户所在的企业实现价值的增长 当他的痛点用痛的时候 而他的这个痛点 又能通过我们的社区 去变成一个 能去变成一个那个 通用性的一个痛点的时候 那你这个社区的 就不用特别愁 首先他的需求点不用特别愁 第二个 我们就可以很有效的去 分配他的任务 对 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 一个好的社区里头 除了刚才讲健康活跃的开发者生态 用户是非常非常不可缺少的一环 然后我在这下面的话 可能更多的会去分享 从用户的视角去看 我们怎么去做了一些 用户社区的一些运营 那首先先看我们左侧 左侧这一侧的话 就是我把Github的部分数据拿出来 这张图其实也想回应一下 庄老师刚才讲到的 就是在企业里 到底要要拿数据给老板看 不给老板看呢 他怎么存在 可视化地衡量你的工作效果呢 但是这确实又是一把双刃剑 老板很习惯的 这个数字可以double吗 这个数字可以trayb 这个数字 别人家为什么瞬间就上去了 咱家为什么没动呢 对吧 这真的是一把双刃剑 一点毛病都没有 所以我们在去管理老板预期的时候 拿了一些数据跟老板去讲 那比如说这块的话 我们认为这几个数据是比较重要的 大家可以看是最左边的 第一 一属首次响应的时间 这块其实是对蚂蚁来说是非常有挑战的 因为蚂蚁的内部的code的管理流程 和kithub上不能完全一致 要涉及到很多集团内部的一些安全啊 等等一堆审核 所以我们之前的响应时间相对慢一点 但我们现在花了很大的代价 把这个响应时间提升 另外一个我们也非常关注contributor的数量 但我们这个contributor的数量 说实话 我们也很牢头 就是有质量的 高质量的 能具备contributor这个能力的 基本上来自于大企业 或者有一定体量的企业 普通的一点点学起来的用 它其实蛮难的 因为它的培养周期非常长日期 它的代化质量可能不太符合你企业的 这些都是我们做运营的时候 可能要逐渐去找到那个平衡点 然后再像我们的仪式数量 还有提交品资等等 这些从这些角度能证明的是什么 是这个社区的一个活跃的一个现状 对 然后呢 这是从用户策 我们干了很多 这叫用中国文统化的 叫接地气的事 叫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但我们这个哪里去是用户 这里头也有给我们做代码贡献的人 我们的核心用户的话 基本上都是在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为主 我们基本上是每个月都至少有两到三场 走到我们的用户 走到我们的开发者中 跟他们就是这样的一对一的去聊天 我们再上来 类似于就像吐槽大会一样 希望大家用这样一种开放透明的方式 有效近距离的去沟通 拉近他们不仅仅只是屏幕间代码对代码的 这样的一个沟通 或者是文字的沟通 因为Talk is cheap 对吧 尤其是隔着屏幕喷得太容易了 说话是不负责任的 但是现场还是大家会收敛不别 开玩笑 所以我们做这样的活动的时候 会感受到一个非常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当你的这个开源项目真的是做到足够用心 同时你的产品力真的非常有竞争力的时候 你不用发愁你的用户在哪里 你也不用发愁你的项目是不是没人知道 你更不用发愁说我能不能有更多的代码 贡献者参与了 因为你对它已经形成了什么 叫价值保定 因为你的产品在它现场的业务中 已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这一块的话可能也是 我觉得可以跟各位社区运营的同学一块去探讨的 就是一个开源项目本身的生命力 不能光看我们自己这产的这一端 还要看消费端和使用端的一个现状 这样是一个长期有价值的事 然后的话还有一趴 这一块我看大家还没提到 这也是企业一般都会去做的 就是我培养未来开发者 培养未来用户 就像今天我关展台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 是否那个ask社区写的 每一个社区都该有一个自己的论坛 所以我们开源的第一天 即使是蚂蚁 我们刚开始也是一穷二百了 啥也没有 但是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搭了一个论坛 不管好坏 我先搭了一个论坛 因为我们特别认同刚才张老师讲的 我不管是在微信里聊 还是我们家是用丁丁啊 我在丁丁聊 永远会叫私欲无聊 不是所谓的公开和透明 论坛是大家所有人都能看到的 做社区 尤其是开源社区 一定要有公开的讨论和平台的其中的地方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干的是论坛 然后从论坛 我们现在干了一年多两年的时间 我们才逐渐增加的有学习板块 活动板块 还有博客板块 每一个板块 大家一看名字 就知道是要干什么 活动板块 大家做情感的链接 大家做熟悉 做互动 学习板块 把各种面向 开发者也好 用户也好的学习资料 举起 让大家真的对你东西感兴趣的时候 按照你的需求 随手来学 随学随用 内容呢 我不仅仅是说你光学 光吸收 我非常鼓励大家输出 所以即使在这个年代 大家可能看起来有点老土 我们还依然做了博客 而且我们的博客是非常鼓励是谁 大家在座的各位老师去发声 而不是欧比官方发声 那是没有意思的 而且我特别鼓励的是什么 对欧比认为不好的 他们我们的 批评我们的 我觉得那都是真爱 就到我们上面来发 你像前两天发了一篇博客 就对说欧比这不行 那不行 这个文档搜索很烂 这个什么 我觉得特别好 我们就都发出来 我觉得这叫一个真实鲜火的社区 如果你掩饰你所有的东西 这些都是特别美好的一面 没有人会相信的 所以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社区 和这样一个论坛 是需要这样的基础设施去支撑的 而这个基础设施 其实背后代表的是什么 是你对这个社区 和你社区互动的这些人 大家有一个载体 这个载体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载体 对 所以我讲的比较快 就是从开发者到用户 一直到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个基础设施 快速地介绍一下 到了最后的话 我们再讲讲 背后还是要关注人 讲今天大会的主题也是叫 Community over the code 那我们以前讲的是叫 这个是社区叫 我为社区 人人也为社区 这个people是社区里最重要的 我们家也不免脱俗 也有各种的成长体系 这个我就不展开去讲了 对 然后在这一块 我们在说社区治理的时候 其实在这一块说实话 跟我之前做的项目比起来 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我们还在刚刚起步 在整个做社区治理的时候 我们是完全在借降 Apache的整个的一个管理社区的路 By the way 我们的Oceanbase的开源 不是放在Apache的 我们是基于木兰协议开源的 但是我们的治理方式的话 是基于Apache 为我们去做的学习和治理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的话 是非常受益于Apache的这一套 完整的社区治理和规范 也在践行 用OE的这种方式去践行Apache way 对 然后我最后打一个小广告 这一块的话 也是给其他社区的小伙伴们一个建议 什么东西对于社区的用户也好 还是开发者也好 他们永远不会拒绝的 是低门看的 小白都能学的 你的产品和项目的教程 这个非常重要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干了三年了 每年都干 一干干三个月 这个叫从零到一时 干数据库内核 这件事情为什么 我还要在这个地方说广告 但同事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是说 你永远不要认为 你的项目做到天衣无缝 你写的文档天衣无缝 大家都能看得懂 对不起就是看不懂 还得从头来 一遍遍地来 所以我们每年干这件事情 就是在培养我们的 未来的数据库的开发者 和我们的代码贡献者 我虽然每年都干重复的事 但我每年都有创新 我每年都会有新的人进来 也会有新鲜化 但这件事情 永远不变的一个核心是 社区是离不开人 但这些人一定是低门槛 让他们进入了一个社区 好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谢谢 老师 老师 不好意思 我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些暴霉 就是 如果你觉得不太方便的话 你可以不回答 你刚刚说了这个做开源的话 一些好处优点 我也大概理解了 但是它是不是会有一些弊端呢 比如说现在OceanDB 从蚂蚁吉普 已经独立出来了 那之前那种被好大叔好声 那样的事已经结束了 那应该是自负盈亏 这种光做开源的话 肯定是 就包括之前我们跟那个 白天开源的老师聊过的时候 这个异性热血被开源 但是开源毕竟甜火度 所以肯定要做商业化 如果说我们现在社区的发展方向 与商业化的这个角度是有重合的 或者说我们是做核心开放 然后我们提供一些周边的插件是收费的 那他们开源的时候 如果做了这个插件的话 这个会对开源 会对公司的运营有什么影响 特别谢谢这位老师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没有被冒犯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你看 我不知道这次大会有没有 就是开源和商业这一块 已经变成我们开源论坛里 必备的一个话题了 大家绕不开 那从Oceanbase角度来讲的话 首先我们非常非常鼓励 比如说您的公司或者您个人 基于Oceanbase做了一个插件出来 并且确实有企业愿意买单 愿意去做商业化 我们鼓励 我们希望您去赚钱 能让自己活下来 这是从您的视角出发 我们愿意去帮助您 那从Oceanbase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自己的话 刚才我讲到了 我们有三种产品形态 当我们跟用户去说的时候 我们会明确地告诉他 我们有企业版 我们有公共产品 cloud的版本 我们有社区免费的版本 我们会明确地告诉他 这三个版本的产品区别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 用户会根据他自己的需求 则需去用 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有利益和弊 那讲到开源这一趴的话 有的用户说我就是要开源 但是呢 我也愿意有了定的付费能力 因为你能帮我去兜底 你能有SLA服务等等 可以 但是我们暂时这一趴是不做的 我们是让给合作伙伴去做的 比如说像爱可生 比如说等等 我们大概有非常多的这样的合作服务商 他们会去基于OB的开源版本 去做二次的发行版 然后会做提供相关的企业所需要的一个服务 所以在这一次OB是想得很清楚的 我们做自己的开源 我们会坚持下去 但是基于OB的开源 能形成一个商业化的生态 我们非常高兴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形成了强共生 那OB做得好 你肯定也做得好 你做得好 对OB有价值 这就是互相滋养 我不知道我回答您的问题了 我明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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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